让张欣桥激动不已 本以为天各一方的亲人 此刻竟然出现在眼前 他无比的欣慰 他多么想冲出去和女儿团聚 但是他知道 自己不可能活着离开这里了 千言万语都在心里 却只能无声地诉说 他想告诉女儿 今后的路只有靠他自己走下去了 无论发生什么 一定要坚强 一定要好好活着 因为只有好好活着 一切才有希望 虽然听不到父亲的声音 但陈春雪知道 他们将就此别过 也许 只有来生才能再见了 留下来 明天明天 customer 或者我们在里面 我们在的心里 我们在忽然 我们在路上 需要 我们在忽然 我们在里面 我们在里面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里面 我们在里面 爸! 爹 对不起 你得走了 谢谢你 你完成了我最好的心愿 我很遗憾 你怎么了 对不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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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欠你一个人情 如果以后有需要的话 就在城隍庙前汽车站边上的留言吧 留言给吴熙来的七哥 写下时间地点 我就会出现了 我记下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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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 我 我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陪伴他多年的步枪 他想起了第一次遇见父亲的时候 父亲就提着这个箱子 那天陈春雪再次拥有了一个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芷田无言以对 他想到了林木 也许只有这个和他一样关注着张新桥的人 才能明白他此刻的心情 林木俊 我是芷田 有件非常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张新桥死了 我的医院不下的埋伏没有起到作用 他的女儿没有出现 是 我也感到很遗憾 对你我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 我知道 一个不怕死的民族是多么可怕 芷田感到后备一阵阵阵发凉了 我来说了 不怕死啊 你承知家 他然有蛏 eness 撒 伯嵙 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没有告诉你 他为什么离开哈尔滨到上海了 灵木问话中提到的陈生 究竟是什么人 陈生 陈春雪 芝田的脑子里 逐渐形成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这两个人之间 是否存在某种特殊的联系 陈生 陈春雪 队长 你找我 马上派人到哈尔滨 查一下陈生的资料 陈生 这个人和张新桥有什么关系吗 灵木不告诉我们的秘密 和这个陈生有关系 而这个人和天鹅人两姐都有关系 张新桥死了 我一定要弄清楚这个人的情况 他们不告诉我们 那我们就自己查 我们是记不见的 我们家什么事 我们还懂不见的 我们不见的 我们想不见的 我们是個医者和我 这样下去根本就不行 宝珠呢 去喝酒了 她去哪儿喝酒 我没问 不过还能是哪儿 肯定是租界里的洋人酒吧 二姐说最近手头有点紧 想找个目标 补贴件家用 丢的她吧 哎 阿梅 收拾得怎么样了 嗯 怎么了 舍不得我们呀 我喜欢你们 就像一家人一样 等你回到家里 见到爸爸妈妈 那才是真的一家人呢 好不容易从农村到了上海 没想到这么快就回去了 等日本人撤出了上海 你还可以再回来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希望不会太久吧 整理完了早点睡吧 明天早上我送你到码头 我有朋友在那儿送你上货船 嗯 谢谢大姐 小妹 哎 你过来一下 明天 你去趟小雪那儿 干什么 你听我说 你明天去她那儿 不要进门 就在门口等着 如果她出门的话 你就跟着她 怎么了 干嘛跟踪她 她爸爸死了 这对她是个坎 我怕她想不开 嗯 我明白了大姐 见识为主 一定不要冲动 瞬间的机会不是机会 我们不能冒险 嗯 一会我们分头行动 你去先面对守着 我去知田的军官公寓看看 也许能有其他机会 这样也好 你怎么会分天明天 什么呀 你怎么帅啊 不 你怎么能冒充 你怎么要冒充 都 就 我 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果然有问题 居然在对面 什么事? 调查陈生的人已经上车了 另外,日和商会的会长于信叶 想约您中午一起吃饭 日和商会? 这是一个亲日的商会组织 成员都是很有实力的中国商人 这是警警 请我吃饭 什么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春雪紧紧跟了上去 这一次绝不能让他跑了 这次绝不能让他跑了 这次绝不能让他跑了 欢迎指点先生 你们在隔壁休息一下 是 请 干什么 没什么可紧张的 请 于先生 找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 一定有特殊的事情要跟我谈吧 指点先生不喜欢这样的地方 不 我很喜欢 说实话 很久没有吃到这样的料理了 这让我想起了在东京的日子 每天下班过后 遇上一个晚辈 找一家酒馆 不知不觉 离开那里很久了 来 于先生 请我来 一定有要事相谈吧 说吧 需要我做什么 请问洗手间在哪儿 前面直走 锁拐就是了 谢谢 不客气 请问 您好 您要的收工 等后了 哦 请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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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啊 这个中华橡胶产生产的羽鞋 都是日本的技术 咱们改了牌子 再喊上几句什么支持国货之类的口号 那法大财了 中华橡胶厂的老板盛长空 可是个人物 他非常聪明 他知道我们会惦记他的产业 所以他跟国内的很多财阀都有联系 咱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和安排 就动不了他 芝田队长 这橡胶 也应该算是军用物资吧 咱们帝国的军队 不能对他没有管制吧 我听明白了 你是想 把中华橡胶厂变成你的 不 不是我的 是我们 此话怎讲 请问是你们要的鱼吗 不好意思 我送错了 国日和商会是以维护帝国利益为己任的 只要你肯配合我 我就送你橡胶厂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到时候有人会出来检举 说橡胶厂四通抗日分子 到那个时候 就由您出面 我春勉抓人 将工厂没收 然后在地下专给你 是这样的 我会安排很多的证据 我会安排很多的证据 志田先生 你只要按照正常的程序抓人 没收 拍卖就可以了 没人会破坏这段生命 我毕竟是日和商会的会长 做这种事情 没有任何的风险 这样 橡胶厂就可以为帝国服务了 志田不禁想到 怪不得中国人那么很罕见 这种人太没有骨气了 于先生 您这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 不是我 是我们 好 是我们 是我们 我没叫服务员啊 端下 来人 打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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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不急走 是我小妹 快追 走 没机会了 走 走 我没机会了 这就叫话了 你本事大 看不上我们 可干什么呀 还老让我们给你擦屁股 今天要不是小妹在 你是不是就死在里面了 二姐 少说两句吧 对不起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不过是 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这毕竟是我自己的事情 这是你自己的事啊 那这要是你自己的事 你早说呀 为了保你啊 我连服装店都给搭进去了 弄得现在无家可归 你们说我是不是脑子里进水了 宝珠 别说了 就许他做不许我说呀 我欠你的 我何止是欠你的 我欠的人多了 爸爸死了 他的仇 我到现在还没替他报呢 那个芷田 他天天地躲在咸兵队里 我守了他七八天了 可是今天 好不容易有那么一点机会 却被我自己放过了 我恨了 我好恨 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心里都充满了恨 可恨的日本鬼子 欠我们所有人的血债 你们先回房吧 我陪小雪坐一会儿 嗯 其实 不管你愿不愿意 在日本人眼里 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 合则两立 分则有必 我们有一样的目标 为什么不能合作呢 这事 我干的事情风险太大了 我真的担心 从我们 杀第一个日本人的时候开始 我们就已经没有退路 语气零零碎碎 杀一些小鬼子 还不如 轰轰烈烈 干点大事 咱们联手 事情就能做大 你看 宝珠那么漂亮 那么风轻 很多时候 你是需要用女人的姿色 来解决问题 香美 从小习武 练武世家 她的拳脚 不比男人差 我是最没用的一个 但是我不怕死 不会拖累别人 张老先生 走得那么远 你想报仇 多几个帮手 不是坏事 你看 法院那次 就是很好的证明 谢谢大记 你想吃点什么 我去给你煮个糖水蛋 好啊 你真想我妈吗 不好意思 我鼻错了 不太合适 这话你都敢说呀 她会不会生我气 不会 以前我惹她生气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 妈妈妈妈 求求你了 原谅我吧 她就一点脾气都没有了 不是这样的 不要听到的 没有 没有 小美 你是怎么加入沙狼花的 我是不是问错了 你要是不愿意说 就当我打了哈去 其实 没什么 我的家在衡阳 从小 我就跟哥哥一起长大 他也是我唯一的亲人 后来哥哥去当兵 部队就炸到了我们村 一下子 我就有了好多好多的哥哥 他们每周都会来 我们就好好的 狠狠地打吃一顿 要唱就唱 大刀进行诀 好 大刀下 鬼子们就口上看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可是 可是一番鬼子来了 哥哥们就去城墙上打仗 那时候 满城飘来的都是臭味 是那种很臭很臭 死人的那种臭味 我小哥哥 可是我真的不想看到那样的哥哥 因为实在太臭了 终于有一天 叫声停落 我就去城墙上找哥哥 到处都是学 我在城下的尸体堆里找 在老板姓的担架上找 可是我什么也没找到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书下识之 昨天应该跟您一块去 确保您的安全 这不是你的错 这群暴徒安静了许角 现在终于出手了 反倒让我放心了 我最担心的是 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 既然已经把目标锁在了我的身上 那我们就好好地跟他们周旋一番 没想到在我心目中一直为曾谋面的那个女人 竟然是在服装店见过的那个女人 看来我们错过的机会太多了 对了 日和商会于信业的事情 我就交给你了 你要协助他做好审讯和判决 橡胶场是战略资源 我们要利用日和商会 对他有所控制 我明白 看来小雪的那次袭击 让枝田提高了警觉 他每天两点一线 随时都有严密的护卫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机会 那天刺杀枝田的时候 有一个中国人和他在一起 这个中国人自称是日和商会的会长 日和商会的会长 对 他们那天正在商量 怎么样吞并中华橡胶场的事 说是要找人诬陷工厂 说他们私通抵抗分子 然后再由县兵队出面 没收工厂 再转让给这个会长 而枝田 可以从中拿到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作为好处费 这个日和商会 是个亲日的商会 这帮汉奸 说起来我就恨 你说中国 要是没有那么多 没有脊梁股的汉奸 那日本人他也不会这么得心应手啊 所以啊 汉奸和日本鬼子一样该死 说远了 回到汉奸呢 等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杀汉奸 那不仅仅是因为 他杀了小雪的亲人 更因为他是侵略者 是敌人 那个汉奸竟然躲起来 我们没有办法抓到他 我们就从他身边的人下手 那个日和商会的会长 不是和池田合作 给池田送钱吗 我们就把他干掉 断了池田的财路 也让那些汉奸知道 和日本人勾结的下场 好 我同意 我要让这个池田 吃不好 睡不香 我要让他知道 永远都有一把枪对着他 对 还有一把刀 好 思路打开了 一切都那么顺利 这个于心也 他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 是最好下手的目标 要不是为了警告日本人 我可以做得和意外一样 让他们永远都发现不了 这是刺杀 其实 我觉得还有一种思路 什么思路 既然他要和池田合作 我们为什么不把他抓了 他做诱饵 引池田出来呢 这个刚才我也想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 这个于心也 在池田心中有多重要 现在池田 他自己是金弓之鸟 为了自己的安全 他完全有可能 不顾于心也的死活 其实我觉得 宝珠说的有道理 我们可以试一试 如果池田不上当 我们也能解决掉这个于心也 对我们的目标并没有影响 大学 我们不想给他 别真是 学院 这些实际上 我们不应该 怎么就